经常呀有初高中的家长问我 我的孩子能去美国读艺术高中吗 以及呢美国有哪些比较好的艺术高中 读完艺术高中之后 就一定能考上比较好的音乐学院吗 这条视频呢高老师来帮你做解答 首先美国比较好的艺术高中有四所 第一所埃迪怀特艺术高中 第二所独涛山艺术高中 第三所英特劳肯艺术高中 第四所格利尔中学 关于艺术高中呢高老只推荐这四所 那第二个问题 读完艺术高中能不能确保读上好的音乐学院 或者好的大学 答案呢是百分之百肯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高中的话 你读完之后直接可以考入他对口的大学 比如说胡桃山艺术高中 你的升学途径直接是新英格兰音乐学院 艾迪怀特艺术高中 你可以直接考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 然后包括旧金山音乐学院 他们直接是联合培养学生 所以啊大家不要再纠结这个问题了 因为美国艺术高中呢 考学也是很严格的 能考上艺术高中 你就一定能考上比较好的大学 那我们再来看 美国艺术高中和国内艺术高中 它到底有哪些区别 第一呢对声援的要求不同 国内呢你如果说没有扎实的艺术功底 是很难能考上附中的 而国外呢看重的是你的文化课 综合能力和艺术的潜力 第二师资不同 国外的艺术高中 大多是艺术领域的教授或者专家 第三课程设置不一样 国内的附中呢可能不太重视文化课 只注重呢艺术的培训 而国外的艺术高中 他对文化课的要求和普通高中呢 对文化课的要求和普通高中